蔡明鏡在今年球季出賽了七場比賽 一勝零敗 三次救援失敗 投了八又三分之二 局被打了十六支單打 包括被陳萬任打了一支拳雷打 也讓他砸掉連起伍的滲頭 讓他也砸過圓兵的滲頭 所以我們剛剛簡單的看一下 今年他們的一個數據 一個中繼投手 每局被上累率是2.31 所以這種2.31的中繼投手 這當然很害怕 對啊 但是 看到羅正榮投那個出身球更害怕 更害怕 更害怕 更差 所以只能換 輪到的是高國翅 有了兩分的落後 沒有人出局滿累 第一個球就打 打中主神 主神 季華文 季華文先生硬漢 現在很害怕 現在頭上很強 你看直接打到他的面罩 現在頭上很強 有點站不起來了 對 裁判難為了 不是 Oh my God 雖然有戴面罩 那個一樣 那個碰撞的力道很強 快速球 男子漢的對決 144公里 快速球 才能球場積分板已經到147公里了 我現在贏了那個怕王 你看看 真的男子漢對決 高國慶職棒生涯 第一支全力打就是滿罐炮 現在又是滿累 快速直球的一拚了 兩號球沒有壞球了 變化球來騙嗎 快速球 好接近 好接近 我可以外角 還沒盤外角 高國慶本季賽滿累了 三個打出去一招安打 兩分打點 高國慶職棒生涯有兩支滿罐炮 生涯第一轟就是2004年 七年前在台南球場打兩路好的 回報落空 再續一次快速球 男子漢的對決 三刃掉高國慶 直接硬碰硬的 強碰強 連續揮了這幾球 快速球都跟不上去 想要大人 肌肉繃得太緊 雞球連那個位置沒掌握 沒辦法 這個就中繼投手在那裡起來 男子漢的對決 不過今天蔡明健的球 的尾勁還滿不錯 他上一場比賽是被 所以拳冠任打了 兩分炮就有失敗 阿囉 陳蓮宏 兩個球打成借瓦 這一局如果蔡明健上來 用那個快速球 把這個危機化解掉的話 今天教練對他的印象就深刻了 不只是教練 我想連觀眾朋友 對他的印象就很深刻了 現在就考驗這些 統一的這些打者 面對快速球的選球能力 到底是如何 陳蓮宏職棒生涯109 有風當中有五支是滿分泡的 吳鎮龍的炫頭 能不能夠保住 他現在也禱告 在祈禱 不過只有兩分落後的虛隊 可能一追安打分去 就可以追平了 哥 我們這二位 是快一點嗎 快一點 到現在都是快一點 快一點 有一點讓打者措手不緊 這個球拐進來的速度好快 對 一路往內角距離 對 蔡明鏡主要 剛剛的握球方式是二縫線的 比較有那種K0的效果出來 良好球沒有壞球 還是要快速球嗎 都不用變化球騙一下嗎 如果內角偏高了一個 大概阿樂會來不及 先蹲出去 揮棒落空 三球三陣 早安晚晚安請回去休息 蔡明鏡還是堅持投擲球的男人 對啊 但是我們看到 捕手是蹲出去了 結果說不定是捕手 打後騙打者 結果還是塞到內角的地方 你看 已經知道他們的快速 有出不出去的情況之下 快速有一直在用 問題是阿樂的 還有高國圈 自己適應的能力不是很好 兩出局 這個對決看起來 夠精采 對 真是好看 輪到打起來去第八棒的高聚剛 再一次快速球 唯一棒落空 都還是快的對不對 這一段如果真的是危機化解了 我想應該會被觀眾朋友截錄下來 放在那個網路流傳 高聚剛聚剛生涯397G安打 快要到400安 現在是兩出局還是滿冷 到目前為止通通快速球 全部是快速球 內外內外的運用 再一個快速球 打成的時候二壘方向二壘手 接到最後傳一來 有點漏球 一壘手沒有接到這個球 三壘包是回來得門的 可惜 真的真的是這一個守備 二壘手藍笑白 可惜 不過我們剛剛等一下可以再看看 對 他反手接球的時候 傳二壘壘包是不是來得及 如果可以的話 拋到二壘反而是更好的 是比較近的 對 結果同一世界打破壓彈了 一比二剩下一分落後 二壘手藍笑白 攔截這個球其實已經滿不錯的 反手 淘汰遠還沒出現 既然傳二壘就OK了 結果傳一壘那邊 紀錄上給了失誤了 一個彈跳 許國榮這個球沒有接近手套裡面 許國榮也要負一點責任 這一分是 雖然失誤非自責分 要掛在羅振榮的帳上 但現在是一比二 輪到的是地球方的林志祥 來個慢的超慢 好球 速差快要四十公里 這顆才一百零五 時速而且還好球 還好球可怕 對 重點還是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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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出局二三壘有跑者 這個球打成的高飛球 由幾手後退 林宗南把這個飛球接上 結束了六局下半 統一師隊的進攻 留下二三壘的殘壘 只有攻回一分 目前一比二 一分落後